所以我們說是經歷完三月份的恐慌性拋售之後 這些位置 第一方面不要看得太淡 業績方面也是怎樣去解讀 市場預算是差的 但如果看到情況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沒有盈利倒退 可能已經足以支持股價 但我覺得最重要也未必是業績 因為國家的政策已經有一刻也在扶持 有沒有作用不知道 但是純粹靠股 業績不會告訴你 你問騰訊有沒有信心 實說有的 難道他說自己一膽死水嗎 但是問題就是 都跌了這麼多 我也是維持這個觀點 就是在兩萬點這些位置 以目前科技股的水平 你看淡也不要做膽 但是如果你想看好的時候 我們說短線難玩而已 可以做中場線 你就分住這樣的形式去買 我覺得這些位置開始分住吸納的時候 有機會贏這些科技股 但是當然說 大約九年半左右的時間 很多人看科技股看得很淡 但是你要記住就是在那些位置沒辦法 一定是有些泡沫風險 阿里巴巴跌了這麼多 那個原因就是賣集團 阿里雲那些 有些泡沫風險出現了 但是我覺得在這些位置 負面因素反映了大部分 而說你炒得內地 即是你炒得中概股 你炒得港股 或者炒得中資股 你沒有可能無視內地的政策因素在 短線就是在猜測 因為政策開始有些180度轉變 但是你想了180度轉變 就不是說股價亦都180度轉變 短期來說 阿里巴巴要看200元的位置 但是在這個水平上吸納 我覺得有條件可以這樣做 因為短線上沒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你買完之後 然後第二天就有些新的政策出來 或者說突然說 談得好不用退市了 這些部署是很困難的 但是如果你是中長線的 在這些位置我覺得可以的 其實周末期間就有一個報道 因為是一個叫求是雜誌 就發表了國家主席習近平 就是去年年底的講話 不過最新就報道出來 就跟大家講一講 還有轉頭阿娜可以解讀一下 習近平主席就講到 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首要是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鬥 將蛋糕做大做好 然後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 正確地處理增長和分配關係 將蛋糕切好分好 然後特別提到 就不搞這個道德式 道德綁架式的逼捐 即是不會再 那個解讀就是 就不會再逼那些科技企業 就是 履行社會責任或者叫做讓利 好 你覺得這個報道 最新出台這個報道 對科技股是否都會利好呢 其實 我又不覺得有太大分別 因為其實你只要 正如說上年年底 其實你講整個共富策略上面 在過去一年我都講過 其實內地已經有一系列很清晰的政策 一次分配 二次分配 三次分配 剛剛說的不要搞道德式綁架逼捐 就是三次分配 就是叫那些企業真的讓利等等的狀況 其實過去用了半年的時間 開始就去澄清 強調 不代表說不讓他們賺錢 其實我覺得簡單一點在我的角度上看 這一刻我想任何內地也好 美股也好 我想別對這些主要官員 他們不敢將經濟前景說得太淡了 因為那些風險因素已經出來了 在他們的角度上 如果他們還是說不行的時候 那些東西還會弄得很厲害 相反地他們現在就是一系列 就是令到市場希望表現信心 防止一些恐慌性拋售出來 但問題好處就是 港股那些恐慌性拋售出來 相反地就是過去這半年說的東西的時候 你又不需要說跟得太貼 但相反地就是這些言論出來 為什麼突然間可能建立這些文章出來 都是說一些信號告訴大家 政策未來是真的會變 那股市永遠都是這樣的 在低位的時候你不相信 升上去的時候你又開始相信 去到歷史高位的時候 你又覺得有政策一定無敵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這個狀況的時候 市場的信心還是弱的 但是你問我 我自己的主觀看法上面就覺得 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如果你是再不行的 很簡單 其實你看到這半年快手那些都 你覺得裁員等等 你說如果那些政策還是一面偏向監管 逼他們讓利等等 充武利潤還怎樣讓利潤 你快手那些都輸到 快要解僱了 你是不是要去到執政的情況 內地已經有不少企業 開始暴向 就是為了風險的情況出現 但當然不是說快手那些這麼大的公司要執政 但問題是小一點的 有些不少的 譬如說過去 差不多接近印象七至十一個月 半年了的時候沒有遊戲出 沒有遊戲版號 你看到新的遊戲版號 很多時候都在小的遊戲公司為主 大隻的那些騰訊 網友那些還有 之後會有 還有說這些世界的遊戲公司 真是喊救命 真是倒閉 所以你說的政策上面就是 你看到很多強調幫助中小企業 所以我覺得在政策上面 大家短線就是想 我們會有一系列的政策出來 但是你說怎樣去摸底 是懶得的 而圖表上面還是行的一個浪帝如浪 但問題在這個估值水平上面 我就覺得 你分駐買是有機會贏 但如果短線一駐過的話 你純粹要一個很高的風險性手能力 嗯